北京时间1月10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仁vs辉雄 如今的胡仁已经四连胜了 而辉雄则是八连胜 上一次双方交手胡仁会想 104比99击败胡仁 而在比赛第一节 辉雄核心莫兰特上演了五加球级别般的防守 谁也没有想到 莫兰特的弹跳有这么恐怖 比赛第一节6分56秒左右 当时辉雄12比98领先胡仁 但防守成功布拉德利持球快下上篮 布拉德利在对抗中完成了出手 本以为这球稳稳打尽了 谁能想到身后的莫兰特 直接来了一记超大的双手钉板抓帽 这一球有点像是詹姆斯16年总决赛 对伊哥达拉的盖帽一样 这一球也赢得全场欢呼 这高度确实是太离谱了 NBA官推也盛赞莫兰特这一操作 并且附上惊呼的表情包 22岁的莫兰特 本赛季场均32.2分钟 能够得到25分5.8篮板6.6助攻 场均投篮命中率49.1% 22岁的莫兰特未来可期 很多人都评价他是现役前三的空位 但不管怎么说 未来一定是这位年轻人的 截至路德写稿时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7分58秒 辉雄37比31领先胡人 莫兰特9分钟50秒里 6中2贡献了4分4篮板 一助攻一抢断一盖帽的数据 而辉雄这边被N11分钟里贡献13分 小贾伦贡献7分6篮板 胡人这边詹姆斯13分钟8中6 轰下14分4篮板 替布塔克5中3贡献8分1篮板2助攻 贡献7分1赚は一口 죗 黄4分4分5分4分5分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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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5分5分4分4分4分5分4分4分5分5分5分6分5分4分5分3分4分4分6分6分 bleibt